开局后 身穿红色球衣的浙江队 涉先在外线发力 吴前 朱旭航和张大宇分别命中3分 浙江队打出11比2的梦幻开局 辽宁队则在郭艾伦的串联下紧咬比分 全场比赛 郭艾伦24投12中 拿到全场最高的31分 周琪表现得同样出色 他在砍下20分的同时 还摘下15个篮板 送出5次盖帽 两队一直相持到第四节 关键时刻 辽宁队重将棋发挥 先是张震灵恍飞防守球员后 上演格人批扣 郭艾伦和赵继伟也分别亮出绝活 中场前 周琪反蓝上进 为比赛画成句号 最终辽宁队83比72战胜浙江挺进决赛 其实我们小组赛遇到的困难太少了 实力差距比较悬熟 而且B组相对竞争比较激烈 所以他们进入比赛状态 包括对对抗的适应程度 比较快适应 确实大家都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 并且很好地完成了整个会议去布置 从正场的效果看 确实大家完成得很好 完成得很好 所以这场比赛 所有上场的球员都值得尊重